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画面中见为男子安德斯 出生时就没有四肢 但是他和一般青少年一样 准备高中毕业申请大学 并获得驾驶执照 和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 这台看似不起眼的汽车 其实是一辆客制化无障碍汽车 电子移动装置公司总裁 还表示这辆无障碍汽车的制造成本 介于十万到二十万美元 大约三百二十万到六百二十万新台币 但对于主人公而言则是无价 安德斯表示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充满意义 并感谢科技让不可能变成现实 而无障碍汽车也让他的人生展开新的章节 华视新闻立新吕翰威报道